这是最普通的辣椒 为什么这里的辣椒被叫做胶尖墙 为了让辣椒保鲜20天 辣椒怎样才能层层过关 广东连江的辣椒如何从内到外练就好品质 科技院带您一起去探寻胶尖墙是怎样练成的 各位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广东省连江市的恒山镇 是我国重要的冬季蔬菜种植外孕基地之一 在恒山镇的冬季每天都是大货车来来往往的 这里种植的蔬菜会跨越几千公里来到北方人的餐桌上 您或许想象不到 在恒山镇进出的货车里拉的都是同一种菜 那就是辣椒 一进入冬季 出入大货车最多的地方就是恒山冷库了 从广东到河北到宁夏甚至是到新疆 这些大货车里装的都是辣椒 冷库的负责人蔡平珍告诉记者 每年这里有155万吨的辣椒 销往全国16个省30多个城市 155万吨是个什么概念呢 按照一辆大货车装30吨辣椒算 也就是有5万辆大货车从这里运走了辣椒 你们的辣椒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因为从我们恒山冷库出去那个辣椒呢 它的保鲜系可维修到20天那个幅度 而且它的品质呢 就跟我们刚从地里采摘出来 那个新生度是一样的 然后特别受那顾客欢迎 蔬菜过程上他们都有经验嘛 每年到这个时候他们都到我们这里拉货 这20天时间又意味着什么呢 当消费者在超市里选购时 这些辣椒已经经过了几千公里的长途运输 又经过了好几级批发市场的集散 能有20天的保鲜期 就能够跨越市场对它的重重考验 一位美食家这样说过 新鲜的食材它会对着你笑 在加工程美味 它就会在嘴里跳 因为出自这个华南小镇的辣椒 能有20天的保鲜期 有人就把这里的辣椒称为胶尖墙 那么这胶尖墙又是怎样练成的呢 辣椒是非常普通的一种蔬菜 每年冬天在广东省湛江地区 都有很大面积的种植 广东人很少吃辣椒 可是辣椒却是湛江地区 冬季农业的主导产业 辣椒洗温 生长期的适宜温度在17到30摄氏度 广东湛江地区的冬季 温度都在15度左右 适宜辣椒生长 作为外运菜专业镇的恒山镇 种植辣椒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 面积也达到了5万多亩 每年在冬前田种植 就靠着南北差异赚辣椒的钱 蔡平真是大学毕业以后 被父亲蔡进拉回家乡种辣椒的 就是这父女俩 开始让当地的辣椒 从大损失中摆脱出来 变成了胶尖墙 这个地方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 我们家嘛 还有我们整个自然村的农户嘛 都有种植那个辣椒的那个传统 我呢是从小就闻到那个辣椒味长大的 但是就说在闻到那个辣椒香味的那个同时呢 也是闻到了一股那个腐烂味 厂后的外运菜的损失率达到25%到30% 才能走到中端市场 对老百姓的损失是极皆的损失 辣椒的果肉比较薄 里面含有不少水分 彩虹温度高 辣椒就会加快成熟 导致腐烂 在运输销售中 如果温度低 又会让辣椒水分被冰冻 造成辣椒爆裂 外运中的30%的损失率 直接导致了这里辣椒的收购价很低 但它毕竟是东咸田中的经济作物 怎么把30%的损失弥补回来 成了蔡静的一个心病 为了解决损耗 它建起了冷库 专门为辣椒的保鲜流通做保障 但是还是发现了问题 也有占30%左右 不能入到冷库里面来 冷库依然没有完全解决辣椒的损失问题 要让辣椒本身就不爱烂 就要改变原先的种植方式 种出不爱烂的辣椒 我现在是在连江市恒山镇的一个辣椒基地 这里气候非常的适宜 四周都是绿油油的 你看这边鲜花还开着 这边却是连片的种辣椒的大棚 他们为什么要把辣椒种进大棚里呢 蔡平珍告诉记者 这里就是他们的辣椒示范田 大棚是种植 大棚是种植 然后那个标准呢 我们整个种植过程都是按照那个最新的绿色食品的过程是种植 大棚里的辣椒和陆地里的辣椒 从外面如果要是栽种这个品种的话 它也长不了这么长吗 长不了那么长 这个必须要有那个大棚温丝 这放陆天里面也是只长那么高 对 那个那个果实肯定也是长到这里 果然期比同类那个陆天的辣椒呢 那个是圆长到百分之十天这个幅度 同一时期 陆地大棚都生长的辣椒 为什么会种出这么多的不同呢 在露天的辣椒田里都有竹条和线绳拉在辣椒压的周围 做着简易的固定用来防风 这个风一吹它很多就来回的颤动 这个也是一种碰上 有时候你说像人的内伤一样的 除了有风的困扰 还有湿度和雨水 湿度也高 温度再高一点 那很快病害就非常严重了 那你说这个病害也有了 它也碰伤了 那最后就像你产生完之后还没有进库 就已经烂到了一大层了 封给辣椒带来了外伤 让它还没有入库就开始烂 而湿热引发的病害带来的则是内伤 让辣椒运输途中也会腐烂 因为湛江地区受海洋性气候影响 带来生产上的风险也很大 蔡平真就和专家商量 把辣椒保护起来 种在能为它们防风抗雨的环境里 很多时候我们要先看根的这个 开始我们一直想 在南风地区 我们天亮的大温室 干嘛要做这个东西呢 一直都没有发掘这个优势 有了这层棚膜保护 大棚里的辣椒能够防风夺雨了 解决了辣椒的内伤和外伤 让人没想到的是 大棚种植还为它们带来了更大的惊喜 辣椒原产地是中南美种 它本身是起源于热的地区来的 那这个热的地区呢 温度要的特别的高 我们到了冬天12月份以后 温度就逐渐降低了 那这个时候温度降低之后呢 它就不能够满足正常开花结果的需要 大田的辣椒果实长不大 主要是受温度所限 住进大棚里的辣椒有了这层棚膜保护 不仅防风夺雨了 大棚里还能够高出外界环境七八度 使得辣椒发挥了最佳的生产性呢 辣椒植株上的第一个果实叫门椒 依此向上叫对椒 四母斗八面丰和满天星 到了满天星分支多了 果也数不过来了 按照这样的结果规律 每一批次辣椒有了形象的名字 但是大田种植八面丰的辣椒都很少见 除了温度的下降原因以外 八面的来风也会让八面丰辣椒不出现了 经常在大田里面呢 都有看到很多被折断的枝条 如果这一个叉从这儿断了的话 那么这个 那就不见好几斤了 好几斤了 对不见好几斤了 风很大吗 很大 就经常有放 就它已经到了四五几方 对它都会有影响 你看现在这个繁华市井呢 满树的花 然后呢 你看这个果也非常的漂亮 它就是下面有果 上面开花 上面也在不断的开花 大棚里没有风了 可这儿的辣椒秧 都被密密麻麻的线绳绑起来了 这里的工人也都忙着这项工作 他们把这叫做钓苗 大棚顶上挂着一排排铁丝 他们手很麻利的将线上穿过打结 打一个结 这个是隔多远啊 打一个 一条辣椒两条就行了 一个辣椒掉两条就行了 手绕过来 对吧 对呀对呀 钓苗是在辣椒分出四个叉的时候就开始 按照行距每株每侧都留两条线 这样辣椒秧其实是被绑住了四个万 从铁丝上垂下来的线绕过辣椒的筋 再和线绳来打结 这是对 绕两圈 打一个结 仔细看过也亲手实践后 才发现线绳只是绕住了辣椒的筋 而并非是绑 一个引导作用 掉到掌之后呢 它就可以一直利用空间 如果不掉起来 它就往地上趴下去了 那我们给它掉上漫之后呢 就能够长得比人还高 那很高之后呢 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有了大棚 适合的环境 让辣椒的无限生长有了可能性 在蔡定蔡平真妇女的努力下 可能性又逐渐变成了现实 辣椒花那么多 眼见着果实个体大了 四个能达到一斤了 辣椒树长起来了 产量高了 产量高了 产产可以从原先的八千斤 提升到一万两千斤 种植条件的变化 给传统的辣椒生产 带来了质的飞运 他们就在家乡建起了一千八百亩的辣椒大棚 用大棚种植方式示范给当地农民看 冬天里的辣椒也可以长成树 辣椒改变了种植环境以后 满足了它的生长需求 一层一层的都挂上了果 产量明显在提升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呀 打铁还需自身硬 要让大棚里长出的辣椒 真正的成为胶尖墙 还得让辣椒在自身上就更为坚强 就在辣椒基地的附近啊 有一家养着三百多头牛的养牛厂 是2011年啊 蔡平真在这里建起来的 她养这些牛的目的其中之一 就是为了她的辣椒 养牛厂对辣椒也非常关键 辣椒住进大棚以后 要保证辣椒的不断生长 肥料的用量就要提高 而蔡平真用建牛厂的方式 走出了不寻常的路子 不是尽量用有机肥 是一定用有机肥去代替那个化肥 化肥呢 它应该是对那个辣椒的品质 是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保鲜这块就容易 那个保鲜期就没有那么长 增加化肥投入 也能够补充产量提升以后 辣椒对于营养的需求 但是化肥属于无机盐类 投入多 浇水就跟着更多 果实水分含量大 品质不高 也更加容易腐烂 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有机肥 一亩多的大棚里 投入四吨的有机肥做底肥 底肥是用牛粪和鸡粪混合发酵而成的 附近鸡粪来源比较多 相对牛粪不足 这促使蔡平真萌生了建牛厂的念头 这味道是够足的 有一点点味道 整个的土壤是比较肥沃和松散 它也是比较适合我们的大棚家的根部 根部就发展的比较好 我说踩进去好像跟那个踩的一个垫子上 走到一个垫子上 种菜最关键的最强调的就是有机肥 土壤的品质好坏 这个土壤肥力高低也是有机肥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辣椒不断的结果 需要土壤先有肥力跟得上劲 有机肥提供的是更加协调的养分 用它来养地 土地就会更加松软 大棚里的辣椒需要水 又要控制水分过量 它们就铺上了微低管 每一株都有一个喷头 专门送水 腐熟好的液体有机肥料 也从这里送入 按时按需的送到了每一株辣椒的根上 每一颗辣椒都得到了精准的照顾 营养根的上 一茬接一茬 每层辣椒都能够挂得住 长得长 辣椒表皮呈现出光亮 又微微泛黄时 工人们开始戴着手套 把辣椒带着果地摘下来 这个头 果实离开植株 发出了清脆的声音 从声音中就能够听出新鲜的感觉 这个好 往上一掰 很轻松 这个也是往上一掰 很脆的 很脆的 这个 这个也是 哎呀 你看这一颗苗 六颗辣椒 有了更好的营养供应的辣椒 个头健硕 外形美观 整齐化一 而口感也非同一般 2014年 蔡平真 将她的辣椒参品 广东农业名牌产品 挺进五强 获得了广东名菜的称号 地里的辣椒种好了 但要成为胶尖墙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从基地里采收出来的这些最新鲜的辣椒呢 要保持住它这份新鲜呢 就要及时的运往恒山冷库 在那里啊 要经过一番历练以后啊 它们才能成为最坚强的辣椒 重是胶尖墙的关键 采摘和储存 也是胶尖墙的重要环节 刚刚摘下的辣椒 无论早晚 都要赶紧运进这里 拉进只有零度的冷库里 辣椒从地里藏稳采摘回来 它里面那个温度更是堆积起来 因为它辣椒本身 它会上放那个热气的嘛 现在那个里面的堆积温度 应该是去到达到25度的 如果我们不马上进行这个 预冷处理的话 它就会腐烂 就加快它的腐烂 所以第一时间采摘回来 就马上放到冷库里面去 田间的热量需要及时去掉 才能够保住辣椒的新鲜 刚才摘下来的蔬菜 都还是活的生命体 它还有着呼吸 但是因为没有母体 在为它提供水分和养分 它的呼吸 就要消耗自身的养分 所以呼吸越快 身体里的变化就会越快 加速衰老 生命终止也会越快 影响它呼吸的因素有很多 温度越高呼吸越快 机械损伤 身上负伤 呼吸也会快 相对于能够缓解它的呼吸的方法 就是降低温度 剔除机械损伤和有病害的蔬菜 在冷库里 对辣椒进行冷的历练 就是延长它保鲜期的一个最佳手段 原辣椒要待多长时间 它就把体内的温度降下来了 要待了15个小时 对 然后可以把它辣椒体内的温度 降到3到5度这个幅度 那我们在这么冷的已经降下来了 就要在这么冷的环境下工作吗 对对 一定要在 因为我们那个冷库必须得很温 温到0到5度这个幅度 然后才可以保证我们辣椒体内的温度去 达到这个湿性的温度 就3到5度这个幅度 然后去圆长它那个新鲜期 大多的蔬菜适宜的低温 都在0摄氏度左右 辣椒在3到5摄氏度时 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新鲜度和品质 是3度了 那你在这里头是给它保住了它的温度 但是它一出去 不是又又热了吗 对我但去看看 我们那边有一个保温措施 为了能够控制好这个温度 菜凭针的保温措施也分成两道程序 一道在冷库里 包装纸盒里面放进去了一层薄膜 一层纸 那个辣椒全部放进去就全部封起来 对就是作为一个真空包装那样子 然后好像那个冰箱一样 就打到了一个很温度起来这样子 冷热的温差会带来湿气 为吸湿纸箱里准备了电纸 加上有薄膜封闭 再加上最外面的纸箱 这就对辣椒形成了三层的包裹 聚集和外界空气进行交换流通 这还只是他们的第一道保护 另一道保温措施也很严密 是放在了大货车上 这就是拉完我们黑龙江的货 黑龙江是东北的 对东北的 你看这里面总共是六层了 这个草莲一层 然后一层是薄膜 六层草莲一层薄膜 再一层是棉被 因为我们拉到东北这边都要棉被的 因为进到厕里面呢 它的温度就比较高了 在这边就是为了保证它那个辣椒的温度不再往上沾 高温会引起辣椒的腐烂 过低的温度也会让辣椒受到冻害 货车上就用层层的包裹 保住了蔬菜从冷库出来的温度 让新鲜延长到千里之外 辣椒从大田转变到大棚种植 避免了辣椒的受伤 提高了辣椒产量 大量使用有机肥 从内因上提高了辣椒品质 入冷库去除田间热 冻结时间留住新鲜 这些方式让辣椒走得更远了 也让这里的农民最大化的获得了辣椒生产的效益 价钱也好 所以老百姓的种植的积极性也很高 所以每年他们都在10%到15%左右去增加那个种植的面值 据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水果蔬菜的损耗在800亿元以上 这么巨大的损失发生在蔬菜水果的种植采收 存储和运输销售各个环节 要想增产还能够增收 就要在科技的支撑下 让更多水果蔬菜变成果坚强 菜坚强 真正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你想获得更多节目信息 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显示的其他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吴老汉养安蠢 遭到家人反对 他为啥用给鸡玉厨的笼子 他为啥用给鸡玉厨的笼子 他为啥又要给安蠢做训练 养安蠢的道路上还有哪些波折 科技院下期讲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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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